郭家一位秦郎,徒乘役过去在道市中书, 探问社会税的头路, 处来在郭家满航经营民宿,以及近老三文宅。 三年前,原本只想要接下来的民宿经营, 但是因为爸爸变国, 所以以外接下来,由我向照顾管理的感作, 为头开始了。 今年是第一次挑战参加文宅兵, 虽然目的状,但是他认为, 最重要的是,在头过交流,提醒自己的认立, 来照顾好处来团成的文宅兵。 在头下的欧北京在柚子乡里面采取, 这位是高桂范范范的秦郎,徒乘家, 处来经营民宿以及2、3、2、30年的老长文宅兵。 他过去是外出,在在当市中书美国设计的工作, 三年前宽兵,原本只是想要接民宿的经营, 但因为爸爸变国,他要来接下老长文宅的照顾工作, 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新构, 但是他说自小时,他连岩范范范在哪里都不知道, 竟然是不知道柚子乡要怎样照顾。 小时候只有吃过柚子,不知道果园在哪边, 连看过柚子树,看都没看过。 其实在家里的话,已经有三、四十年的历史, 然后一开始呢,是阿公,阿公下来种的, 然后后来是爸爸接手之后, 然后现在传承在我手上。 陶神家说,以往往的工作,他回来后, 只有对爸爸认识过一年。 如果爸爸离开后,他是靠到储宾, 以及其他荣誉的资党和交流, 对头重心来学习農業的相关帝室。 刚开始也赞金收成败很辛苦, 但他认为老长如果没人去经营, 很高兴。 现在是一心想要让阿公跟爸爸, 流入来的贵金向团形下去。 我回来的时候,就只有跟爸爸乱过一次而已。 就是一整年的所有的步骤, 都我爸爸在做,我跟着他旁边做。 爸爸有一手把手的教我, 但是种植的部分,像文旦要怎么挑果之类的, 或者是说该怎么保养, 都是后面爸爸的朋友,自己去问, 问出来的。 我的状态就是赶牙子上架,一定要接, 对,不会也要问到会为止。 其实就是想要把它传承下去, 不想让它荒废,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回来, 都不回来果园工作。 我第一年真的也种得不好, 对,然后产量整个缩减, 缩减到爸爸那时候的一半以下。 都在几年后, 当生家的老长文旦已经有更稳定的修行, 但他也是想要自我挑战, 今年是第一次保命文旦敏感。 虽然没有到处, 但他令委透过参加和其他農友交流, 以及受其变性的意见, 对他来说这是最保贵的经验。 今年就是想要去尝试, 斗六的文旦评鉴, 说真的啦, 自在参加。 人得奖不得奖, 我觉得那是其次。 到现场呢, 你能认识到很多的文旦农, 那一些文旦农, 有一些是阿公籍的, 也有一些真的是青龙籍的, 我还是菜鸟。 農業作为传统参业, 而且还在做更新的, 在年轻、世代之间, 让人认为是更浪漫的工作。 但这几年, 欢迎青年, 到底農業是越来越多, 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故事, 都心价虽然我们本无人的人心鬼位, 但现在他说, 最重要是要来团形, 让上一代流下来的阶级手, 可以继续演续下去。 其中处算采用报道。